这是布京云和建成喜当爹的名场面 就在一个时辰前 楚楚肚中的孩子即将出世 布京云和建成两人不知所措 争相抢着去请铲博 听着房间离楚楚的惨叫声 建成和布京云分工合作 一个负责往锅里加水 一个负责往灶里添柴 手忙脚乱的样子让人哭笑不得 而楚楚在丁宁的鼓励下 用尽全力帮助孩子出世 嘴里的惨叫声也大了起来 建成和布京云担心楚楚来到门外 询问丁宁楚楚的情况 也不知烧了半天热水有啥作用 终于随着时间的流逝 房间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这就出现了开头的名场面 布京云和建成欣喜若狂 都兴奋地说出自己当爹 让人看了有些啼笑皆非 两人疯狂拍打着房门 迫不及待要进去看望孩子和楚楚 丁宁却在这时起了坏心思 竟然要对楚楚的孩子下毒手 丁宁本想掐死孩子 让布京云痛不欲生 然而小生命是何其无辜 丁宁的良知让他不忍下手 经过一番情绪调整后 丁宁打开房门将孩子交给了布京云 并告诉布京云是一个女儿 布京云满心欢喜亲了孩子一口 将孩子抱到了楚楚的床前 看着面前温馨的一家三口 建成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布京云察觉到建成的意状 起身将孩子交给了建成 你想想抱一抱 可以吗 宁大哥抱抱 来 建成本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抱着孩子内心无比激动 楚楚紧握布京云的麒麟碧 说出他为孩子取了一个名字 随着布京云的姓叫做布婷 建成听在耳中有些失落 将孩子还给了布京云 夸奖布婷是一个好名字 时间来到两天后 至尊麾下的刀神将军来到一家村 找到了布京云和建成 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我奉至尊之命 来告诉二位 无名大侠他已经死了 无名前辈他武功高深莫测 我不相信有人可以杀得了他 君传 是熊八命帝子秦霜 去了他的巷上人头 大师叔 得知是秦霜杀了无名 布京云有些难以置信 不理解秦霜为什么要这么做 刀神将军说出一切都是熊霸在幕后操纵 他还要至尊在三天内主动让出至尊之位 得知真相的布京云后悔莫及 认为当初就不该放过熊霸 刀神将军深深叹了口气 将一个幕盒交给了建成 里面正是无名的首级 建成和布京云将无名埋葬后 准备出发阻止熊霸的阴谋 楚楚不愿和布京云分开 提出要跟在布京云的身边 陪着布京云来到一座小镇落脚 一家客栈的老板认出了布京云 表示有人包下客栈 专门留给布京云五人入住 布京云寄来之则安之 跟着老板进入了客栈 五人刚来到客栈后不久 一只飞镖便飞进了房间 布京云嘱咐建成留下 他要出去查看情况 发现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大师兄秦霜 而客栈也是秦霜安排的 由于秦霜杀死了无名 布京云是要为无名报仇 当即出手要杀了秦霜 出乎布京云预料的是 秦霜竟然运起天双全 击杀了自己带来的手下 布京云见状有些不明所以 可却依旧要找秦霜报仇 无名前辈的仇 我是一定要报的 听我说 听我说 布京云现身阻止了布京云 秦霜为了避免熊霸起义 告辞离去要回到熊霸身边 无名告诉布京云真相 是秦霜杀死了熊霸的手下 用其中一人的人头一荣交给熊霸 帮助无名瞒天过海逃过一劫 而无名这次来找布京云 是要传授布京云武功 帮助布京云击败熊霸 我将我最近从悟生的劲道 全部传授给你 嗯